最近都发现大家很多都开始回顾 2022年的一些好事和坏事 大家还是挺喜欢做一个年度总结的 那我也来插一脚 我回顾一下我2022年原神中最非和最欧的时刻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非球时刻和欧皇时刻给分享出来 那我看看人和人的差距到底有多的 非的到底有多 非欧的到底有多 我先说一下非球时刻吧 不然我觉得我先说欧皇时刻可能会被挨打 首先我这个最非时刻 我觉得不是在抽卡上 虽然说我玩原神前期到中期这段时间 一直都是连吃大宝顶 但这种还是属于比较正常的现象是吧 所以不能说最非时刻 只是说是非球时刻 我2022年最非球时刻 应该就是强挖这个水上杯的时候 初始40条 然后呢双爆3.5 7.0 我记得之前好像棉花还举行了一个非球圣银屋大赛 如果当时我拿这个圣银屋参赛 我觉得一定能拿奖 这圣银屋真的就是完全不强化呀 我的天哪 小生命小防御拉玛 他们两个加起来的评分刚好还是888 真的是绝了 其实全弯也没什么 重点是这两个评分加在一起 刚好888这个数字就非常微妙你知道吧 好说完了最非的时刻 竟然就是最欧的时刻 最欧的时刻还得是我那抽可力女儿的时候啊 这个事虽然说了很多遍啊 但是现在回来起来真的还是很激动啊 你们懂吗 就是那种已经绝望之际突然点起希望的那种 当时万叶可力不是同时复刻吗 这两个我都要抽 当时先硬吃了一个大包底万叶 然后还剩80多抽抽可力池子的时候 又歪了一个克琼75发 然后手上就剩最后6抽了 直接就忘回剧念了 因为非球非习惯了 可力女儿是真的非常非常想要 这不够的话那只能克金了呗是吧 但是克金抽出来的 和自己辛辛苦斩来用缘分换来的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 就当我忘回纪念准备克金的时候 我操 你还要直接就给我出了 单抽5发直接出了 那时直播剧的小伙伴还安慰我 没想到直接两级反转 我真的直接激动了快要窒息 因为只是抽万叶可力刚好是我的生日嘛 而去年刚入坑元神过生日的时候去抽烟飞 烟飞就是一直都求而不得 今年的话就攒了一些元石头去抽万叶可力 在最后时刻米哈尤竟然献上了如此丰厚的生日礼物 我去这怎么能不激动 然后呢到2.8下半不是出了销公尺子吗 把来我就吃完 没有多少抽 刚抽完可力万叶嘛 就想着哎呀这个销公尺有班尼特 我班尼特才一面 看看能不能捞几个班尼特吧 没想到一发十年下去 哇去直接又出一个小狗 2.8版本真的是我2022年最欧的时刻呀 五发可力 虽然说是大宝 但五发可力也是够可以的呀 七发小狗我的天哪 以前飞了这么久一直飞 现在突然变欧了 这叫什么 这叫匹吉泰兰 我觉得有些话确实是说的挺有道理的 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如果说各位小伙伴 现实生活中 或者说网络上 遇到一些运气不好的事 以后获得好运的概率 可能会大大增加 回顾我的2022年的话 我觉得我的运气应该算是很飞 不能说偏飞了真的 属于很飞 无论是在游戏上 还是现实生活中 都是非常非常运气不好 希望23年能过得更好一点了吧 是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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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